幫家裡回來開關 這是剛換下來的開關 包括插座跟開關 和一般的開關 今天教大家如何換開關 這是我換的 總共21個幫爸媽家換的 一個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他會刻在這邊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 第八 第九 十 第十一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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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跳线下来 那对面那一侧是火线 这是开关开关部分 火线家就这样串接下来串接下来 中心的串点小 然后正面部分啊 他就是外造个面板小螺丝 记得不要电动旗子 因为我试的时候就用电动旗子把它转来掉 用一般的手动就好 然后这边的这边螺丝要丢成这边 大家讲解了 那接下来是开关开关要怎么怎么来安装 去房间一下 开关部分就很简单 他上面的面板 他仔细看一下 这边有写W啊 就是中心 然后对面这这一侧的火线 短短部分就是火线 长的部分就是中心线 然后 这个地方 就是正负极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 这两个孔 就直接锁 锁这一侧 就直接锁上去 那就好了 这画面板没有很困难 然后要怎么把这个 电线怎么拿下来 准备的一只 一只旗子 把它插进去 那线就把它拉出来就可以 它是锁这个 如果这个线 外壳部分有破洞 破洞 破损的话 再换过程有破损的话 建议就换新的 不要再 不要再继续使用 不然很危险 那以上是电控讲解